以為超級失敗的地瓜球 結果裡面竟然長這樣 超級軟Q 意外的很不錯 雖然外表有一點乾 但裡面非常Q 為失敗的地瓜球 還是推薦給你們試試看 以為超級失敗的地瓜球 結果裡面竟然長這樣 超級軟Q 意外的很不錯 電鍋一杯水 把地瓜蒸熟 取出後壓成泥 再加入地瓜粉 混合在一起 如果覺得有一點乾的話 那就分次的少量加水 慢慢加水慢慢揉 它最後就會成為一個大麵團 取一小塊搓成長條狀 再切成小塊 接著就把它揉成圓形 重複一樣的動作 放到氣炸鍋裡面 用160度10分鐘 氣炸地瓜球就完成啦 雖然外表有一點乾 但裡面非常Q 為失敗的地瓜球 還是推薦給你們試試看 沒想到失敗的看起來更好吃 更有價值感 自己做過芋頭的版本 地瓜看起來也很不錯 自己吃的話 好吃最重要 很像以前流行一陣子的韓式QQ球 就在參加 很無事 太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